大家好,我們現在要來分析一個魁日主的命盤 那這裡有一個魁魏日的女命 好,現在我們要先來看她的本命的搭配 是什麼樣的狀態 這是一個魁魏日的女命 魁是水 六月份夏天的水的搭配 然後她出生在新四月 然後更生年 然後悟伍時的一個女命 因為她的年是陽天干 所以她的運勢走的是逆運 庚己、悟丁、鼻影 好,那這一個女生 她是出生在魁魏日的女命 她是新四月 夏天出生的 那這是四月份 這個是金 好,年是節是金 這是更生 這是七月份秋天的金 時辰是土 這是五月份的土 好,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個搭配的整體 她的寧月日時是怎麼樣 就是除了她的日主是比較弱的水 那她的月柱也是夏天 時辰也是夏天 所以整體來說 整個平均來說是熱的 就是說深月也是一個蠻熱的一個地質啊 雖然她是秋天 好,這次是四五月 這是夏天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個活很旺的搭配 所以水相對熱 而且這個葵它的規模會比較小 所以整個命盤的搭配是屬於較弱的 它是較弱的搭配 我們現在先來看一下這個水的介紹一下 葵日 葵日主它是屬水 那它是主治 智慧的治 就是說屬水的是一個比較有變化 比較容易展現聰明的一個特質 因為水它這個元素它在任何環境 它都是很可以適應的 所以它的變化是 是比較可以明顯的 隨著環境 所以它 它是可以就是符合各個環境的需求 它是一個智慧的表現 好,那水的作用 通常我們就是都是要讓木長得好啦 玉木、水生木 那如果水可以多一點它還可以克火 可是大部分來說 整個環境要維持一個穩定 是比較理想的狀態 所以洗用神 洗神的話 我們也是希望春夏 這樣在玉木方面就可以做得不錯 可是這個命盤 它的整個搭配是比較弱的 所以如果它要起作用的話 可能需要再旺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大運走得如何 好 它的第一個運是更成運 這是什麼? 這是金 三月份這是春天 春天的金 好,我們已經看到春了 它走到喜歡的 春天來了 更成是三月份的金 那更成這個搭配是什麼? 這是比較旺的金 雖然在春天也沒有相對秋天那麼多 可是這個更成的組合已經是還蠻蠻旺的 它對於這個命盤的影響會是什麼? 我們因為它起運的時間是一歲 所以我們要看家運開始是有年限的 好,那前面年住是一到十五歲 月住會是十六到三十 日主是三十一到四十五,十乘是四六之後 這個時候我們要先看是年柱 更生起作用 對於它來講是什麼? 金生水 這是金生水的現象 更生是因為 它是七月份的金,是很旺的金 所以 金生水是可以生很多的水的 這個更生是對它來講是很大的硬 可以金生水 雖然它的水是弱的 可是這個更生有很大的幫忙 對,它這個更生也可以代表是媽媽啦 就是說對它來講是照顧是還蠻好的 那更成基本上也是旺 旺的金 所以也是金生水 從小的環境就帶給他們家 應該說帶給這個孩子是有很大的 給他很多的期待 給他很多的資源 這樣 不見得一定是錢 但是給他一些 譬如說像教育啊 知識方面的給予是蠻好的 好 因為這個生跟成它會 有生子成效果 還會拱一個更 所以說金是更旺的現象 那金生水就會生得更好 所以它從小 雖然它的整個命盤搭配是較弱的 可是它從小開始 它遇到的環境跟它的年是 基本上是金生水是夠的 是讓它多的 所以它還不錯 然後我們看 第二個 運是雞毛 這個雞毛是土 二月份的土 因為它的溫度是慢慢的往下走 這是三月 這是二月 雖然是春天 那雞毛這個土 本身雞毛的搭配就是比較弱的土 二月份的土是弱 而且這個雞又比較 規模比較小 比較薄 好 這樣子規模比較小的土 遇到它是什麼現象 土克水 克我的跑出來的 我忽然走進一個有規範 有規範有壓力的環境裡面 雖然這個條件是沒有這麼大 就是這個雞毛不是那麼旺 對它來講基本上 也沒有壓力這麼大 只是看起來 看似壓力大 但實際上也還好 因為它本來 它整個命盤就是比較弱的 所以它對於壓力啊 或是環境是給它比較大的一個辛苦 它是可以接受可以承受的 所以這只是看起來 就是開始有規範 因為這個月柱它會從16歲開始啟動 對那16歲之後我們就要看心事 心事也是金 這是什麼金 夏天的金 的心 根根心都出天干 正印跟偏印都跑出來 這是偏印 這是正印 兩個印都出來 可是不一樣的是這個是很旺的金 這個是很弱的金 對它來講還是金生水 可是這個心事來生水的效果就沒有更生好 雖然都是金 所以忽然從很旺的金來生水的現象變成比較少 來生水 對它來講就是 感覺上給它的好的幫忙就變少了 就感覺沒有那麼多 那也開始變得更 怎麼說 比較忙 因為這個事畢竟是夏天 對它來講地質的食質的感受是比較多的 因為它本來就比較弱 所以忽然從秋天走進夏天是熱的 對那感覺是有壓力的 好 所以對它來講 它在學習上面 或是在其他的生活方面 是開始感覺是有壓力的 好 這個壓力也是土天干 雖然它對它來講已經習慣 可是這個規範它還是會感覺 不是太喜歡 那我們來看一下一個 Wii 這是 土 一月份的土 這一毛城是春天 一月份春天的霧土 霧影跟吉毛基本上都是春天的土 可是規模不太一樣 格局不太一樣 霧是比較大的土 它是陽天干 它是高山 那吉是比較薄的土 那忽然從比較薄的土 跑進比較旺的土 對它來講 克我比較多 更大 這個霧影 碰到這個魁味會吐克水 跟這個一樣 但是這個 吐克水 克比較 比較重 是因為這個規模比較大 又霧魁又合 吐克水 霧魁合火 我的日主碰到這麼大的壓力 我又被合走 我從這21歲開始 這個運勢 加上這個 因為它的月注在夏天 所以很熱 我從21歲開始 我感覺整個壓力是大的 不過因為這個水 它的耐 因為它是陰的水 它是葵 所以它可以承受到 很弱很弱都可以表現得不錯 所以基本上對它來講 雖然是看似很大的壓力 可是它可以承受 而且它會表現得不錯 是因為它還是在春夏的狀態 所以它在 不管是浴墓或是 這個克火方面 它是可以有不錯的表現 有壓力 但是展現是不錯的 然後這個地支是隱 重點還是目望啦 那還是可以水生目 雖然看起來壓力很大 可是它的展現還是很好的 這個人它 會有不錯的學習表現 其實給它很大壓力也是可以 然後可是因為 這個年月跟這個大運的地支 士生 隱 這個隱士生三格是型的 問題就會出在地支的型 隱士生三型 會行到它的什麼 就對它來講會有一些 看不到的問題在地支 對 所以說很多譬如說 像它的家庭 家家運的變化 或是它個人 別人看不出來 比較檯面下的變化 會出現戰場的生命裡面 尤其在這個運勢 這個十年的運勢 那三型行到什麼 對它來講 因為這個環境是很 很很比較旺 比較活土比較旺的狀態 它沒有木 如果說天干出木 就會行到木 可是這個隱士生 它沒有出天干 是木它會行到水 那對它來講又行到它了 所以從這個地支開始 會有形的一些變化 對它來講是明顯 或者是說有一些很大的變動 譬如說搬家 換工作 或是說需要出社會去賺錢 有一些壓力是不得已的變化這樣子 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運勢 丁丑 這是火 這是12月冬天 害子丑已經進入到冬天了 12月的丁火 這是什麼呢 12月的丁火是很冷 那丁只是好看 好看的火而已 實際上比較影響最多的 基本上會是在很冷這件事情 水旺還有溫度低 對它來講 忽然從很熱狀態 變進來是變成降溫的 就是說它可以比較平衡過來 不要這麼弱 它可以旺一點 對感覺上好像比較舒服是好事情 我終於可以掌握什麼了 然後天干出的是丁 水克火 我克得出來了 我想做的 我想掌控的跑出來 可是問題就出在 這個丁實在是太弱了 本來它本來這一組 就已經自己很弱了 它還要來克它 實在是不夠 又更弱更不穩定 所以這個火的元素會變成一個很大的問題 對我要求的 我想做的 甚至是我的工作 我的財運就會變成很不穩定的問題 很容易變成什麼 我為了生活 我為了賺錢 我很辛苦要去賺錢 然後不見得賺得到錢 是因為這個錢本來就已經不夠了 我還很缺錢 我需要去努力去賺 這個是比較大的問題 對就變成說這個問題就會變得比較嚴重一點 這是一個財出天幹的問題 而且這個財本來就不好 然後地支 醜跟胃還是蟲的 常常在某些流年的時候會讓它出現更大的問題 對譬如說 我好不容易存了一筆錢 然後在某一件事情上我就又不見了 甚至還不夠這樣 這是這十年很容易發生的問題 因為這個火是弊病 好我們來看下一個柄子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這是也是一個火出天幹 這是丙火 11月冬天11月 即使這個丙跟這個丁比起來是規模比較大 可是其實半斤八兩還是冷 11月跟12月都是冷 那看起來似乎比較多 感覺好像可以水克火克比較多 但實際上真的差不了多少 譬如說這個假設這個是30好了 這個可能也40而已 就多一點 它沒有辦法真的真的克 有辦法克到火能夠讓它覺得夠 因為這實在是太弱了 那怎麼辦呢 只能讓這個環境再熱一點 就因為這地支影響太大 好那還好它的時程真的不錯 是霧霧 我們來看是6歲之後會走到霧霧 對它來講是出現什麼 出現了土 土克水 克我的跑出來的 給我這麼大壓力 而且霧霧這個組合 是非常非常旺的土 對 這是霧的組合裡面最旺的組合了 那霧葵合火又合 土克水 霧葵又合火 五位 四五位 五位地支也合 合火 天干 克他地支 也要克他 因為火土是同源的 火生土 土克水 這一組看起來就是 我都已經太弱太弱了 還要被土克 土又這麼旺 然後遇到這個 火已經這麼弱了 我還要來克這個火 火 那火又這麼弱 那還好因為這個子的冷啊 會讓這個五 是怎麼說 這個子會因為這個五而高溫一點 所以火會再旺一點 那自己也是旺的 對 所以這個這個十年其實會比這個前面十年好 好蠻多的啦 雖然也是有追著前跑的感覺 可是會賺的比較多一點 因為這個十成生的不錯 然後地支呢 子五蟲子味 嗨 然後他因為低溫跟高溫進來的話 他會讓金旺 所以也有機會讓他有機會有貴人的感覺 重點是讓這個火是比較旺一點 感覺掌控的會比較多 那他基本上是可以比較平衡的啦 即使不管他是要做 作用是什麼 是比較可以旺一點的 會比較旺一點 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運勢是幾 乙亥 這是木 這是十月份的木 這是乙木 乙木是什麼 這是陰的木 亥 冬天的十月的木 那這個木對他來講是不一樣的 本來前面是水克火 現在要水深木了 水深木 我的想法 我的食商 我的想法 我的投資 我的專長 我的展現 我會跑出來 我想要表達的會跑出來 然後因為這個地質還是在冬天 對他來講其實是不錯 因為一般如果走進冬天 火比較熱 可能在木的慾木上會比較差 可是因為他的時程實在是很熱 他可以平衡過來整個 整個狀態 這個乙亥 碰到這個霧這麼旺 基本上他基本上 是可以很快速的提升溫度的啦 所以說 呃 運勢即使沒有這麼美美妙 但是時程生的不錯 會讓整個 好像可以掌控什麼 可以做到什麼 那水深木 其實會讓乙慢慢的變好 所以 應該這麼說啦 他可以從 考慮從這十年開始 做點投資 做點理財 對 會有一些不錯的結果 好 我們看一下流年 這個庚子年 41歲 會是在 柄子 然後剛好 這個柄子 換大運的時候 是走入庚子年 那是什麼現象 金生水 水可以克火 好像有機會跑出來 我 好像我要掌控的東西 我可以再忘一點 就是說 可能在這個位 比較熱的時候 那 會讓 那個 庚子來生水 讓他忘一點 問題還是在說 即使有貴人 可是他的財 就是這麼少啦 那可能要 自己調整一下說 要不要把握這個機會 說 說不定 化能沒有比較好 應該說 看起來好像不錯的機會 可是財 就是這麼少 是可以考慮 有接受 不錯的機會出現 可是 要衡量看看結果 有沒有好一點 有沒有好嗎 是不是有比較好 那心醜的現象 是差不多的 看似有機會 但實際操作上 火就是這麼少 所以 可以不動的話 基本上也是不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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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